不是不是不是 这小天字罐啊 老板还有个小天字罐 你们喜欢的朋友都问问家 我就给你们推荐几个小东西吧 其他的也没什么看上的 我都看不上 我估计我也不推荐给你们 一个是最低 第二个是品质很高 那个这里面很多老婆 我都没问 开门的东西很多 想看一些更别致一点的东西 更少见点的东西 这个小天字罐呢 这个比较贵的 这个不便宜的 懂吗 市场价挺贵的 好几千一个呢 你都没有问价格先说好几千 你刚才是说什么什么有道理 哦 你说这个罐子啊 这个罐子不好几千难道几百吗 啊 熬哥 那我还不服了 你们说这是几百的东西吗 你们凭良心说 你们有没有良心 我说你们有没有一点专业程度 你们又不是不懂过这天字罐 市场上卖多少钱你们没数吗 难道我还说错了吗 这东西几千块钱还说错了吗 这个精致一点的要卖八千一个 这种粗一点的要卖到至少三千左右 我说错了吗 我没说错吧 老板一千 哈哈 帅帅我 你不理我了 你们不懂东西就不要乱说啊 我跟你们都是实实在在的介绍东西的价值 你以为这是几百的东西吗 你家一千我现在就掏钱一千五我都掏 我虽然不喜欢 但我都能够出到一千五啊 所以小白我跟你们没法交流啊 就是我一开始拿下来说 我说这个东西你们要知道它的价值 我的意思是你们要知道它价值 我怕你们不知道 所以我特意说这东西要好几千的 我这话一点毛病没有 你市场参考价300到500啊 7036 市场参考价300到500 兄弟我让你赚钱啊 你是说刚才那个天资怪300到500吗 我给你出两千好不好 让你妥妥赚1500 好不好 赶紧找到我 让你赚钱1500 300到500 我也不知道你们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 这东西出了点你觉得不值那么多 对呀对呀 包括我自己也觉得不值那么多 是吧过墙龙牌卖一万 我觉得值吗 我觉得卖给5000就了不起了 但他们就要卖到一万怎么办呢是吧 这行情还是有行情 你贴这块卖多少钱 你实话实说 他两千二买的 卖个两千大吉 差不多那个意思 所以我就跟他估的差不多了 拿过来 我让他们明明白白的 不值是不值 我也觉得不值 但这东西有行情价啊 所以这东西呢 几千块钱我没说错 反正我没说错 对对对 你们也是有明白的人啊 所以有懂的有不懂的 我这个补完就这样 咱们尽量让大家统一的一个认知啊 为什么我尽量还是多选一点这种 给你们讲讲价格啊 并不说要卖给你们啊 我自己也不买 但是我要让你们知道 这种东西买了也是要花一点钱的 不是说那种老普罐 那个老普罐几百块钱 那个是那个不一样 因为这种少见 东西不是看大小 是看稀少度 哪个少哪个就贵 不是看大小 假如说我捡漏了 一千五买到的 我卖你一千五不赚钱 有了 有了不懂 你说还不说我卖贵了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定要交流 要对等啊 跟那个人说的很对 交流一定要对等 你要明白那个东西的价值 好 好